是你 夢見的就是你 與知名聲樂家簡文秀一起演唱《甜蜜蜜》 台北市長角安宣布 2024杜鵑花季正式展開 邀請國人一起來大安森林公園 欣賞超過20個品種 21萬株杜鵑花 還有2萬盆繡球花 墜碟花及蓄草等各式季節花會盆栽 享受滿滿幸福感 在大安公園裡面 就有21萬株的杜鵑花 那在整個台北市 特別在城南的地方 我們有85萬株杜鵑花 所以這次我們規模更加盛大 我們讓杜鵑花開滿 台北市的每一個角落 其實 我記得 在以前看過 我們台大醫學院農譽教授 謝豐洲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一個偉大的城市 一定要有一個意象 一個文化 當大家 到日本 想到的是櫻花 到荷蘭 知道是郁金香 來到台北 我們的市花 就是杜鵑花 其實杜鵑 他的賞花期會比較長 然後我們園內 因為今年在大安森林公園裡面 我們也布置了繡球花 對 讓民眾覺得說 欸 來這邊看是有幸福的感覺 百花真言的美麗景象 也吸引許多民眾拍照留戀 只說真的很美 開得很好啊 很漂亮 都什麼畫都很 就是 看起來很華麗 就是 開得比往年還漂亮 今年就是看得起來很華麗啊 很漂亮 欸 心曠神怡 腳恩表示 杜鵑是台北市花 除了色彩鮮豔外 適應能力也很強 堅韌的生命力 真代表台北市 不只是一個多元豐富的城市 在面對外界挑戰 更能克服困難 勇敢向前邁進 杜鵑花 他的特性 也就是除了顏色鮮豔 美麗 而且他適應力很強 他的生命力堅韌 其實也代表台北市 我們不只是一個多元包容的城市 而在我們面對各項外在的挑戰跟困境的時候 我們依然往前邁進 勇敢前進 這就是台北市 這就是我們這座城市 工人處方面也說 杜鵑花雖然容易栽種 但是因為花旗長 要維護並不如大家想像的容易 杜鵑花其實是很辛苦的 其實它好重 可是 在培育 因為它度夏天 這個夏天 就是會讓杜鵑花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用一些遮蔭 或者是說 會用其他的方式 來讓它可以把夏天度過去 然後剩下的 其實它的絲肥 或者是除蟲 或者是說 澆水 其實它最重要的就是水分 所以杜鵑花的水分管理非常重要 除了三大展區與小木屋 機器人等特色造景外 配合大安森林公園建園30周年 主要單位還首度推出限定活動 安森音樂派對 由青春活力的校園社團 與街頭藝人輪番上陣 在週五到週日提供豐富的音樂饗宴 町灣也回憶 要不是前市長黃大洲的勇氣 台北市就無法擁有這座 綠意盎然 生態豐富的大安森林公園 當時他承受極大的壓力 面對各項的抗爭 他告訴我甚至 他當時住在市長官邸 晚上還被抗爭的民眾包圍 他說他的太太都告訴他不敢回家 但是他還是堅持做對的事情 也才讓我們現在所有市民朋友 享受這麼棒的大安森林公園 整個花季一直到3月底為止 花季期間還將舉辦質感生活教室 邀請民眾進行杜鵑花相關手作體驗 歡迎親子一起到大安森林公園 近距離認識杜鵑花 享受DIY樂趣 記者張棋騰 台北報導